大家好 今天繼續跟鍾Sir、鍾建華博士一起談談一些讀書的事情 本來純粹講讀書 但是 上個星期我們北約而同地出了一個場合 當時也沒有約定 我其實不知道有這麼多人 因為大會有人耳工來找我問我會不會去看電影 在倫敦 在倫敦東部 這個地方看電影 我心想這些電影應該沒有看 我還跟他說好吧我買幾張票 或者我包多幾張票 看看送給網友 他說不用了 那些票都買完了 你來就可以了 不用買票 一上樓梯就看到鍾Sir你站在那裡 實在是意外 這個電影是叫什麼名字呢? 是叫做 我用他的手袋 是 因為愛所以革命 這部電影 我知道鍾Sir你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有一些感想 你又寫了一些東西出來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看這部電影 有什麼得益呢? 有什麼得著呢? 這樣說我也是很幸會看到你 我也是適同機會 因為之前 之前真的很喜歡看電影 因為你知道關於香港 2019年那件運動 而拍的電影有很多一部電影 再之前也有一些關於20運動的 譬如說香港本職那些 那些我兩點看過 但是一個月前 突然聽到有一部電影叫做 因為我需要革命 那就是完全沒有概念 然後那個導演的名字 就是很失覺了 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但是我看到他在Sickney那裡 有一個手影會 那我就知道 故事是說2019年的事 那我就加了一句 我問什麼時候有第二場 那誰知道原來他很快就在 一個月都不用 就來到英國 在英國手影了 那我還收到電郵 就說邀請我去看 那邀請到回去看看 因為對電影有一點 有一點概念 去完之後就碰到很多朋友 包括大家自撥你 那其實那套戲 你看回它的內容 如果純粹說一件事態的發展 都是在2019年6月開始講起 就說到理工大學陷落那個階段 大概 那其實 其實遲序上就跟其他 譬如說 全力革命 已經很相似的了 不過我想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 顧名思義 因為愛所以革命 那我覺得就 原來不是說愛情故事 是說一個 不是人對人的愛情故事 是人對一個社會的愛情故事 那中間穿插著很多 就是 所謂的素人 就是他們 講述他們在整件事裏面 對運動進展 對自己的身份角色 參與的原因 怎樣展望這些 那前後作了很多不同的自白 那我覺得就 那些自白 大家同不同意都不是最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是 你身中感受到那幫年輕人 當然不是只有年輕人 亦都有一位大叔 他支援那些年輕人的大叔 就是你深不想感受到那幫年輕人 對香港社會的愛是很深的 所以其實很感動 其實他很多畫面都全頭相識 但是相識得來 他的配合 他配合那些自白 那種震撼效果 我覺得相當強 所以也相當感動 有幾個年輕人 好像倫家孩子那樣小 但是竟然去到那麽準 你可以這樣說 對香港的愛是這麽深 對當前香港那種社會不公平的感受 是這麽深刻 也對香港未來的判斷 也都很有見地 譬如他說到 只要一定有謊言的話 這件事就不會完結了 我覺得也是令人很難過 亦都很震撼一套電影 我自己就是看這一套紀錄片 其實這個是紀錄片性質的 就和看之前 譬如說說李大維成 或者是時代革命 我想是有一個很不同的 就是這一套他多一些感性的敘述 譬如說一個團體阿叔 阿爸阿叔 我看的時候就覺得很 很有動名很感動 又看到一個阿婆 以及也有一些場景我自己也熟悉 譬如說我住在將軍澳 周梓樂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也在附近 所以這些場景一幕一幕是觸動我的 我就是很久沒試過在戲院裡 眼淚淚整個場 但是這部電影我覺得 其實意義是什麼呢? 或者這一系列的電影的意義是什麼呢? 因為同一時間央視又拍了很多這些紀錄片 又說說暴徒如何收錢 在街上派錢 然後受外國勢力的牽動 擲國旗 其實我覺得從歷史的角度去看 是不能夠給一個故事 是單一化的描述的 如果你單一化的描述 可能真的是十年後 二十年後 香港的年輕人不知道2019年的故事究竟是如何的 現在至少有些人在海外 繼續堅持去講這些故事 去拍這些電影 去放映這些電影 其實就是禮失求諸野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花果飄零 就是不要給一個故事 但是除非香港有一天是完全瘋狂的 不讓人上YouTube 不讓人可能遲些這些電影 在Netflix或者Disneyland Plus等等 Apple TV有一看 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人還有一天可以看到海外 一些保存下來的珍貴資料 這個情況就好像 在1949年 海外學者流亡了去美國、英國、加拿大 他還用到中國大陸看不到的史料 因為很多史料中國大陸已經是 譬如說反右或者文化大革命已經燒毀了 譬如說明代、清代的地方事 根本都沒有了 所以在海外的學者還做到這些研究 所以我看到那個導演很年輕 30歲左右而已 顏智昇 其實就是用他們的魅力 去為這個故事繼續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留下歷史的一個記錄 是不是真實的記錄呢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故事 有自己的罪數 就沒有絕對客觀的 裡面有些罪數可能我也不同意的 但是我覺得 去講自己的故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口述歷史 就是近代史學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我覺得就 因為這個世代就不同了 就是在1949年之後 中國的情況就確實 就是因為當時沒有互聯網 沒有智能手機等等 看到很多紀錄沒有了就沒有了 再加上文革浩劫 很多資料 甚至文革都沒有了 我有時候很大感觸 當你去到大英博物館 你看到很多在故宮博物館都看不到的東西 在大英博物館看到了 但是在古宮博物館的介紹和敘述上面 又長又臭 看完劉博物館在說什麼 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這個問題很偉大 但是在大英博物館的感覺 雖然不是很長篇 但是簡介很簡潔 令你很深刻的印象 如果你說文革時代 就是反右時代的資料都尚且如是 今天 當個個都有片 有圖 有手機的時候 我想相關的思路很多 譬如說那部戲 或者是時髮革命 或者其他電影 紀錄片 裡面的畫面 其實那些片段 有些我們可能也有在那手機上 但是問題就是 我又不太相信這個 這個世代 大家各自處處的紀錄 這個權力集團可以完全抹去 不過有圖有片也好 有時候你要賦予歷史 一些有血有肉的感覺 就要靠一些敘述 這些敘述 這些敘述 正如趙帕你說得很對 我覺得 各人的角度不同 我們有不同的敘述方式 所以其實我都說了 這部戲和某些畫面 和它的時序上 和另一部電影很相似 但是 它所說的故事就是 就是 很特別 就是它還有一些素人 我們不認識它 我們不知道它是誰 在事實上 也沒有見過這些人 沒有知它的真名 甚至連一個團隊 只有導演的名字是真的 導演我相信都不認識它 但是它們就用一個很不為人知的 你可以從畫面看到 可能那位導演也是很沉靜地在旁邊 就捕捉了很多他視覺中想看到的效果 然後加上這些敘述 成為一個很有力的護士 我想就有圖有片 再加上這些敘述 對於我們將來去了解這件事 或者下一個世代去認真地思考這件事 前後果 以至教訓 我覺得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所以我是很感謝那團隊 其中一幕我覺得也很震撼 因為 突然重現在我的畫面面前 就是 7月1日攻入立法會那一刻 當時老泛民就看到梁小宗 胡志偉 林卓廷 張超雄 這些人聲勢力竭阻止 然後用到一些前線的朋友去衝擊 而且推開他們說 免得跟你說等等 這個很明顯就是回到記憶 就是從2014年到2019年 所謂的和庸之間的矛盾 是一個很深的洪溝在裡面的 7月1日他記錄了下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突然間重現在畫面面前 我覺得是很震撼的 不知道阿鍾Sir 你有沒有這個共鳴 我覺得也是 因為那個畫面 有些我們真的看過的 譬如這個胡志偉 他自己用身體挖著 阻擋著那一部 中心自己撞擊立法會 那些玻璃門 那個車的時候 胡志偉 有一點點近乎哀求的表情 說一些說話 這個畫面就是別的片段 我暫時還沒看到過 也看不到在新聞片段 這個真是很難突出 剛才趙博所說 很突出就是 那些主要在議會內的泛民主派的議員 他們對這件事態的判斷 還有對運動的手法的想法 跟這群聰聰子和這群參與青年人 是很明顯有很大分別的 電影也沒有對誰是誰錯 是作出任何很表面很明顯的判斷 但我相信每一個看到這個畫面的人 一方面我就覺得 我能夠感受到那群泛民主派議員 那一刻的苦心 他們也不是純粹好像有些人所說那樣 是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或既得的權位 因為在那段畫面裏面 很多次都聽到不知誰了 可能林卓廷也不定 可能胡志斌也不定 可能張超雄也不定 這些過動錯了十年的何必 說這種話 你都看到其實雖然你看到和理之間是有些 在策略上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看到他們對這些年輕人的保護和愛護 還是很深 我覺得 尤其是我覺得現在最諷刺的就是 當日阻止人工那批人 現在都要面對著十年代以上的疫情了 因為就是泛民初選的事件 你看到現在最當日最溫和的 胡志偉他們那些人 都是面對著多年的牢獄之災 甚至乎有一些可能被視為主腦的 可能都是中生的那些 真的被一些綁如格勢 只能夠說這件事了 事實上是 真是很可惜 即是無論如何 你看到無論你 即是我覺得這個可能在電影裏面不是一個主題 電影當然突出的就是那幾個被訪者 以至那位阿叔的愛 年輕人很愛護香港 他很珍惜他們的未來 那位阿叔也很愛護香港 也愛護年輕人 但你都看到胡志偉他們這班議員 其實都一樣很愛護關年輕人 即是 但他的愛就跟可能 套戲所說的一樣 所以這個革命的意義就不同了 就是關年輕人就覺得 只有這樣才可以爭取到一個民主的未來 但是林卓廷他們 張超雄他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也都出於保護那些年輕人 不想他們去到這麽盡 結果就 真是你見到 梁耀宗就 就是直接想站在那裏阻礙車撞過去 接著你見胡志偉靖就 靠在那裏 不讓他們動 這樣 不斷地把聲就 近乎扣 近乎扣他們的表情 就是叫他們不要撞 那我知道鍾Sir寫了一篇文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這篇文的重點 想說什麽 就關於這個電影 都是說看完之後的感受 就是 我看完之後回來 覺得 就是 很多人不懂這部電影 我都是一個月前才知道的 那 他也都不是 我想我曾經在網上跟一些香港的朋友提到 我明天看到這部電影 很多人對這部電影都沒有聽過 那我覺得 既然我看完 我亦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這個紀錄 我亦都對這部電影的角度 我覺得是很深刻 所以我們嘗試寫一些東西出來 讓大家知道這部電影 亦都突出說 其實我們除了關心現在很多 在2019年那件事裡面 已經被人拘捕了 被人在檢控中的有名有姓的人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知名的人 在這件運動裡面 蓄積了很大的承擔和犧牲 而事實上 被訪問那群年輕人 雖然 導演沒有詳細說 但是你聽他們的論述 你都可能估計到他們的部分 可能已經坐牢 或者在等待宣判 已經不定了 已經是 所以很可惜 大部分電影裡面出現的那些 就是有比較詳細描述的那些 多次不是被抓過的 尤其是那個南亞妹妹 南亞妹妹的故事那條線 我又覺得真的很感動 因為她的角度就是 她在香港 從小到大 包括她和她媽媽 都不被人歧視 因為她是南亞人 可能說話 或者文化上 或者是樣貌 跟本地人始終有一些洪溝 但是在運動裡面 她覺得 去到哪裡的人都叫她做手足 她感覺到很強的歸屬感 她愛這個地方 其實跟歷史上很多革命都一樣 革命 不會是很理性的 不是書生幾個人坐著說的 一定是有一股熱誠 滿腔熱血去做的 所以她那一刻又受到社會氣氛的影響 而且在前線上 她感覺到 跟香港人 本地人打成一片 令她覺得對香港的愛是更加深的 所以她就用了一個 去衝擊 或者是前線勇武的手法去表達 她對香港的愛 那這個是 是一條很深刻的線來的 在電影裡面 我想也是啊 她說到就算死也無所謂 有一段說 是吧 那就是很難過 其實她很年輕而已 我猜她也是20開頭沒多久 可能23、24 我猜我也是 那其實我覺得在2019年那次的事件裡面 也不單止她的 畫面上也有一些畫面看到 就是 當時那些南亞裔的小女族裔 在重慶大廈門口 派水 聲門香港的示威者 告訴她我們都是香港人 其實這種突破了種族膚色界線 同樣為一個社會的未來去奮鬥 是很有香港特色的故事 是吧 但是現在你相反 政權所鼓吹那種 就是非我族類 不是我膚色的 我就要打倒她 或者否定她 所以可能47人我裡面有一兩個外國人參與 就說涉及外國外地組織 實際上這些紫虛烏有 或者說 你看到最近有一位 現在被安排到做議員的李子敬 他嘲笑 那位很出色的記者 就說 香港是新聞最自由的地方 你現在移民外國自己拿來衰的 大家知道我那位記者 這位記者正正也是在這個運動裡面 其中一位最出色的記者 他本身是藍藍類來的 事實上 他能夠在會考考到這麼好的成績 中文這麼好 最後是做了主流媒體的中文記者 也有一段時間中文傳媒的版面有他的文章 其實這個正正是香港 跟國際性和香港的特色的一個很成功的故事 亦都說香港可以大書特書 香港真的是一個國際城市 不會因為種族和膚色而排隊任何人 我們知道 既然我照顧剛才你所說的 香港人有很多對南亞人真的有其事 這個不可以否認 但是 就是 李骨雅也好 或者這位南亞媒體也好 或者說在電影裡面出現那群南亞裔的支持 就是 支持這個運動的那群人的支援 甚至有部分受訪的外國人 你都很看到 就是 有些普世價值 追求民主 重視這個人權 要講公義這些 在香港的所謂普世原則 在香港的族裔都有 但是 到頭來 現在竟然有一位這樣的議員 還說這些說話 是吧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權勢當局 鼓吹一些非我族類 我們現在那些洗腦教育 在說什麼呢 在說的是大漢主義 其實不是愛國主義 是大漢主義的一些論述 我覺得是相當倒退的 而電影的 就是 反映了香港很進步的一面 我覺得 其實就是2019年或以前香港的故事 是一個多元的故事 但是你在電影裡面 或者是在我們的回憶裡面 我們也看到很深刻 導致香港人就是很 就是非常之分化的一個階段 就是電影也有提到的 當年輕人出去用他們的手法 去所謂爭取 五大訴求 大家記得 所以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同時間 建制派 也呼籲了他們的支持者出來 而在街頭上 又造成了很多衝突 那麼 群眾鬥群眾 如果作為一個負擔的政府 去持平 你就應該想辦法緩和群眾與群眾之間的矛盾 如果哪些人去犯法 你公平地去處理它 但是電影裡面就很突出 第一就是七二一事件 七二一事件 七二一事件其實 鄉春集 或者各方面都有很多更新的 他又說到街頭上 比如說在淘大 在北國 那些事件 而看到警隊是不作為 不單是不作為 甚至扶送一些 所謂的外國支持者 去襲擊人 去離開 那麼這個是由多元社會 又公義的社會 轉化到它為一個 就是叫做一元的社會 或者叫做大漢族三民主義 其實就是剛剛 鍾純理提到的情況 現在中國很流行 就是大漢族三民主義的社會 那麼這個是很明顯 2019年是一個分界線來的 所以在電影裡面也勾起了這個回憶 事實上是 就是我覺得倒退之處就是 今天不止官方是這樣 連他 現在處理的國安教育 國城教育 都有這種傾向 那麼這個你 真是令香港大幅度倒退 令到我們的新世代 是變成國內的少肯紅 是不是 這個相當之要不得 但正正這個就是香港現在的常態 電影裡面 其實就沒有特別 太多的著墨 講到七二一 沒有講到八三一 雖然也有畫面 但是就不是太多 可能這個不是和他們 故事主線話論述的角度 不是主流 但是 你要講完這件事 你會知道 你在七二一之前 當時一位中聯辦的副主任 入到鄉事委員會的作職禮 他發表那篇 就是一篇暴力的動員令 要保家為族 不要讓他們進來搞我們的地方 這種這麼客迷的 所謂以地域主義 甚至國族主義 民族主義 挑動族群之間的對立和對打 你也不要講七二一 為什麼有這麼多白衣人 組織出來去打示威者 或者說江湖勢力怎麼參與這件事 你只是挑動族群之間的對立 作為一種管治手段 這個就跟 在運動裏面 這班所謂對香港有愛年輕人 強調的就是 兄弟之間 或者說一班年輕人之間 只要認同共同的價值 就無分目標無分膚色 你說誰進步一些 誰更符合現代世界 誰是倒退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其實我自己看電影的時候 有一個很矛盾的、掙扎的內心 因為我自己的政治立場比較保守 我對所謂的激進、勇武 我未必很深刻地認同 但是看到的時候 令我很記得歷史科 我們自幼的條件 就是所有事件 都是一個運動地發生 是一個互動 是Action and Reaction 但是問題現在北京所說的故事 就是單方面 一定是顏色革命 外國勢力 反中亂港的勢力 他就略是自己的問題 而這套電影裡面 他完全抱著這件事情 他也有說 喂 香港人支持不夠 罷工不夠 勇武的手足裡面很多的分歧 而整個革命的人一盤散沙 其實他自己也要說到自己不足 不是完全責任不在我方的底線思維 所以我看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共鳴的在裡面 就是這件事情 2019年是一個複雜地 互動地發展出來的故事 不是純粹好像北京這麼說 永遠一定是錯 是別人的錯 但是問題現在香港的國安教育 但是堅持了這個責任不在我方的紅線 所以慢慢培養出來的香港的下一代 始終難以避免變成好像今天 陪到西方台的時候 內地人那種態度 所以這個也可以預期 這個就令人覺得很憂慮 香港 就是有時候我會覺得 你看看一部電影 你看看各種資料 你無疑會有時候都會覺得 部分年輕人參與示威 或者抗爭的人士 有些判斷可能是犯了錯誤 或者說有些地方 我們未必完全能夠同意 這個事實 我們始終有一些包袱 而他們是沒有的 但是從他們的論述角度 你會發覺他們有他進步的一面 也有時候我覺得 要恢復年輕世代的那種洞察力 其中一位阿威說的一句話 他說 只要沒有真相的話 這件事就不會完結 我覺得這句話 真的很深刻 有一個說 搞到誰大誰惡誰正確 這個才是最壞的後果 這句話 接近三年之後 你見到確實就是 現在香港是誰大誰惡誰正確 有誰認為這個後果很正常 有多少人會真的這樣想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都不可以 以我們那種固有觀念來評價 即是新世代或那些農務抗爭者 那種判斷 正如趙博你講 我真的很同意 即是現在用這種態度 來配合到下一代 很倒退很壓迫 這個正正是自己 北京當局那些官員經常講的 冷戰思維 現在還在用百多年前 甚至百多年前那些屈辱 民族屈辱 作為政權 建立自己確認認受勝的一些 一些理由 這個真是 老太公翻生也不去落伍 但是他們這些 你可以想像對於 即是在香港 即是我們食四方才 能夠看到各地資訊 從世代來講 怎麼會受落 你說什麼都沒用 大家看到這些官員的表面 表情 看到你那些幹部那些 惡形惡相的樣子 講到你還不講你的態度 或者看看你現在這些 誰帶誰惡誰正確 這種姿態 即是 那一套說 我覺得根本沒辦法 能夠讓年輕世代信復 現在就是有靠小孩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短期來講 因為他們掌握了國家機器 掌握了資源 所以短期來講 似乎會傾向他們那邊 他們會覺得自己勝利了 但是歷史就是 永遠是鐘擺 好像當日陳怡 就是228事件 台灣的勢力被壓下來了 台灣的反抗聲音消失了 但是90年代之後 228事件 陸續得到關注 後來轉型正義 所以這些事情始終會有出頭的一天 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或者是光州事件 當權者似乎是全勝了 似乎將反對勢力幾乎連根拔起 但是政黨輪替的一天出現 這些事件也得以重新評價了 就像余英時教授所說 不要用平反 司徒華最錯就是用平反六四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上次提到司徒華 我有一個想補充 我對司徒華的評價 我認為他是中共裡面的開明派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產黨黨員 但是他的思維 一生到底都是中共裡面的開明派 他最多是胡耀邦、趙紫陽 就是一些支持者 他就不會是香港的泛民主派和民主派 所以其實我那天就想說 下次有機會找到聖達一起說說 正如你 回應你這段說話 我覺得有一句說話可以補充 就是我經常記住一句說話 歷史就是這樣的 一時的勝負在於你 千古成敗在於你 是 對 所以好像余英士教授所說 不要用平反六四 因為平反就是好像在下位者 向上位者做苦苦哀求 不是平反的 我們一定要追究 一定要重新評價這些事情 重新評價的事情 還要處理一些歷史上犯的錯誤 要亂反證才行 所以2019年的事件 現在這一刻 似乎也是當權者徹底勝利 尤其是《國安法》之後 無論當日一些積極參與的人 或者甚至主張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人 比如說戴耀廷教授 這些人都狼當入獄 事件似乎都是一面倒 但是永遠不要開心得這麼早 那麼 歷史是會有一個反彈 我相信 千古成敗在於你 我很相信這句話 是的 我覺得還在會場裡面 有些義工就說 在香港帶了書來 叫我買一本 其實很貴 坦白說我不捨得買 五六十磅一本 那麼這本書是圖集來的 就是記錄了2019年的文宣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是如果收藏 將來對研究可能有些幫助 用圖畫來說故事 那麼另外一本呢 又是有些文字有些綜合的 但是都是以圖畫為主 所以這些我就收了在家裡 希望將來有一天 它有英文中文 還有 將來有一天可以做深入研究 那麼 就是希望將歷史故事 不可以被任何一方壟斷了 這就是 我們讀史學 春秋北 是 一定要儲存在這個傳統裡面 我們自己一定要自己疲累有春秋 是嗎 好 好 多謝鍾Sir 我們也推介 就是在海外或者其他地方的朋友 有機會可以支持這部電影 因為愛所以革命 導演的顏智聲 那麼 在香港 可能 在戲院播放的一天 我們也期望我們可以回去看 沒錯 好 多謝鍾Sir 今天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講其他讀書 拜拜 拜拜